各位大溪沐浴生態博物館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那今天很榮幸 我們透過我 還有我們整個車廠團隊 帶大家來拜訪大溪比較外圍的木工藝房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山河木裔工作坊的地點 大家來看到我們這旁邊非常漂亮的一個田園 這也是山河木裔工作坊的特色 今天我們來正宗介紹我們這次參展的議事 林志謙林師傅 大家好 我是林志謙 志謙師傅 我知道山河目前是第二代 但是有三任的負責人 我算是第三任 因為由你父親林清河醫師來創辦 對 然後後來您哥哥接過 然後後來現在由你來負責 對 先我的負責 OK 那本家老家本來就在這邊嗎 其實老家本來是在更裡面 在更裡面 就是內炸更裡面 在我們這個現在目前的這個工廠在更裡面一點 因為是因為要老家而已嘛 所以說沒有那個地方可以工作 所以說就是搬出來這個外面 搬出來這邊 對 這邊是屬於內炸 我們算內炸埔尾 埔尾的地方喔 對 三光水秀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其實可能我們已經在這邊生活習慣了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自然的生活狀態 那這邊現在長出來的菊花 是剛剛好農芒過後之後 現在自然讓它長菊花 因為他們現在 他們本來這應該是一年兩期的稻作 可是他們現在都是做一期而已 那第二期的話 他們就把它種這個波枝菊 然後當作是一個綠肥 明年要跟種的時候 雕竊之後就剛好當作自然生態的肥料 對 就是當作一個綠肥 非常的環保 聽說你們現在經營也是用環保生態 跟結合整個叫做自然的一些食材 對啊 現在就是 因為光靠我們一個人的力量也是不夠 那就是要結合整個社區的力量 那才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OK 所以還帶動社區一起來做這一點 對啊 應該有社區媽媽 然後還有社區的一些弟弟 叔叔他們那些都會進來 OK 那這個活動晚一點 我們再來請你幫我們做介紹好不好 喔 可以啊 今天我們先來介紹就是 先來看你的工作的基地 喔 好啊 因為我們今天的目的叫做 木厚子集 木厚的木啦 那事實上也是木厚子集 因為我們目前 之前就是在大溪的工會堂 看到你們的作品 山河的作品 那今天帶各位好朋友就是來看看 我們山河的他們的工作環境 包括它更多的一些文創產品 待會請資建師傅一一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啊 那就我往這邊 那就你帶我走囉 這就是你們的 秘密基地 就是對我們外面的 一般對老界熟悉的民眾 很少來到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個師傅 我一進來看到這一面牆 非常的漂亮 各色各種的木頭 把它當作一面牆 又是展示 好像又有一些教育力對不對 對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認識 所以我們比較 目前所以大溪在比較常用的木頭 有哪一些 那第一塊這個是什麼木頭 這個 我們以前講是 蜘蛛蜊 蜘蛛蜊 可是它現在變稱為是 蜘蛛 但是我們以前稱作是 黃冠 蜘蛛是它的學名 但是我們傳統在日治時代 因為都用日文發音 習慣就這樣 蜘蛛蜊 蜘蛛蜊 蜘蛛蜊是台灣一般人認為最好的木頭 所以你給它放第一塊是不是 目前就是我現在這邊有的 我就把它放第一塊 那台灣常用的木頭還有哪些 可以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像說柳山我們最近比較常常在裡面 國產材 最近在推國產材 對啊 你像這個美女器 它跟蜘蛛蜊是類似 像兄弟一樣的木頭 看起來很像 就一般比較偏蜘蛛蜘 比較蜘蛛蜘 它帶一點點粉紅色 粉紅色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你像我們現在大溪在 比較常用的一些 烏心石 沒有這個是飛柚 喔 背中柚木 它烏心石石的飛柚有沒有 這邊我沒有放 喔 沒有放 因為我放的可能就是比較 飛柚這個也算是進口木頭 像這些一定都進口的 對 花梨 然後再一般這樣 黑桃 黑桃 然後這個咧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特色 就是一個七束 七束 對 OK 其實我覺得 這個倒是還給我滿大的啟發 其實我們一般居家 用各式的木頭做一面牆 其實也還當室內裝 其實我們其實有時候 可能我們過一段時間 我們有時候 又收集到不同的木頭之後 我們又再換一次 或是再加進去 就是做一個延伸嘛 之前之物 剛剛我們看了那個木頭之後 都是還沒做成 作品的材料嘛 對 那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區 其實你們好像有一點 像是展示櫥窗的一個牆頁 其實一個小小的展示一個櫥 OK OK 我一直從我們第一檔 木之人的幸福提案 到大溪 來自大溪的禮物 我發現一直觀察 我發現山河的作品 有一個特色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它的設計 特別符合 好像我們現代人 或是年輕人 會用的東西 這個在跟我看到 大溪普遍的 傳統做神桌 做那種 紅木家 大溪家具 非常非常的不同 你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也是覺得 現在的家庭方式 都是小家庭 空間都比較小 那種大型的家具 可能也一般比較不適合 在一般的家具 都放不進了 對啊 因為現在說觀察太私底 它就多大了 是 那你一間房子可能 所以做一個這種小凳子 可能還比較適合 還比較適合一點 然後又有收納的功能 這張是不是上次我們有展示過 這張有啊 是這次來自大溪禮物嗎 我記得好像也猜你的那個說證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這個 體驗的課程之一 體驗的課程 喔 你講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各位好朋友們 其實 三合木浴工藝房 其實他們 不只 連續大溪的傳統 好像乘桌也還有在做 但是事實上他們推 剛剛講說生活化的器用之外 他們還更推所謂的木浴生活 所以他推了很多的 DIY的課程 剛剛提到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東西 好像DIY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OK 那待會你帶我們去看 你DIY的教室好不好 可以啊 OKOK 那待會你也順便幫我們介紹 你最近開發幾個 你覺得比較 還滿有 有成就心得的一些 一些好作品好不好 好啊 OK 那我們就再來去看 你其他的作品 之前師傅 剛剛提到那個DIY課程 我們現在就要來跟大家 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都是你們DIY課程 系列開發的東西嗎 對啊 都可以DIY課程都可以做的東西 非常的有 欸你介紹一下 像這個是做什麼用耶 這個是做什麼用耶 這個我們都教他這個 手機座 手機座 其實他就是一張椅子嘛 非常漂亮的一個靠背影 所以他是怎麼用 我這邊靠的手機 你說直接 靠上去 直接靠上去 它有個席邊嘛 直接靠上去就好 非常的穩耶 而且我感覺 比起一般的手機 手機架好像只是做一個 功能的造型而已 對 可是 沒有這樣子 沒放手機 其實他放在桌上 其實感覺還是一個 還滿不錯的一個造型 其實有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 不一定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手機架嘛 你要當作是一個 明片 明片架也可以 放明片 或者是說你的一個 所以是一物多用 都可以用 這個是非常好的 巧思 所以這個其實做DIY 其實也不難 你供來就是 材料怎麼會把他們準備好 我們都會先備好 他自己學釘這個 就打磨 然後就把它釘起來 然後再上蠟 哦 推蠟 所以你的作品 其實我也發現一個 真的是 都不做漆了 都是以 好像只上薄薄的蠟 對 我們還是用蜂蠟下去做 那因為蜂蠟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蜂蠟 哦 自己做 就是 調蠟跟蜂是指什麼 蜂就是蜜蜂的蜂 哦 就是蜜蜂 因為 對 因為你剛去跟 環保 因為有朋友有在養蜂 他們會收集蜂蜂 然後我們就是跟他買那個 然後再自己跟 跟那個橄欖油做個調配 因為 蜂蜂當做出來的時候 硬硬的跟磚塊一樣 所以說你要稍微 跟它加油 調一點點 它稍微比較軟一點 OK 我覺得上過蜂蜂後的木頭的質感 非常好 它看起來跟原來的木頭 稍微加深一點點的顏色而已 可是你摸起來的質感 是一樣 它的毛細孔什麼 就好像真的摸到 木頭的原始的皮膚這樣子 對 那但是它又可以達到 保護木頭的目的就對了 對 它有點防潮嘛 OK 防損的 所以其實這個自然 最天然的這種蜂 拿來做木頭的保護 是最好的選擇 對 因為現在可能都比較想 有一些環保的 OK 那現在看到像我們這一個 筆筒 其實這個是純錢筒 純錢筒 就是純錢筒 這有開口 其實它就是 我看起來很多不同的木片 這部分跟這個 也是很多不同的木片 好像我記得傳統 小時候我們那個 泡澡的澡筒 是不是有點官員 因為這個 一樣是橢圓形嘛 其實它的工法 就有點像那種 以前的那個泡澡筒 它那個工法是這種 就是一樣的工法 其實這個蓋子拿起來 就是像澡筒 對 它就是一個木頭 就是澡筒 OK 你看 所以你看我這個蓋子 拿起來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一個澡筒 所以其實你看看 我們來自於傳統的 很多的技法 或者是作品 轉移一個變化 其實可以變很多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 十六年用的好巧思 因為變化在個人 巧思也是在個人 所以這就是職人的智慧 珍貴之處 可能因為如果你把它 應用在生活上的話 好像什麼東西 都可以拿來用 而且我發現一個很好的變化 就是傳統的澡筒 就是通通單色 因為單要用檜木 所以說它整個都是單一顏色 那你一變化之後 其實一個澡筒的技法 然後把它尺寸縮小 然後甚至你給它加個蓋子 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面紙盒 非常沒辦法 然後所以其實類似一樣 一個春間筒 你用一片一片的那種 拼接的那種方式 然後你給它跳色 其實這也不光是跳色而已 你要注意看它每一個 每一片木頭 因為這是八角形 那自然你用八塊木頭 所以說但是這邊 我們都幫它介紹木頭 是什麼 是 所以還有叫一一戰 還一定會幫人家認識木頭 OK 所以其實來DIY之後 它自己喜歡什麼木頭 還可以選擇 怎麼拼 對不對 所以至少每一個可以八種 那它也可以全部單一 也可以啊 或者說它只喜歡兩個顏色 就只選擇兩種 輪流跳輪流跳也可以 這個都是個人的事 所以這個就很有變化的一個設計的產品 OK 像這個你看看 我看到了一個蕭南 剛剛沒有介紹到 對 這好像是台灣也是珍貴五木之一 很好 對阿 它的價格跟形容器不相相相相 不相相相 OK 我至少蕭南是做神桌啦 或者傳統神像也有都用蕭南 其實它也是做香的一個原料 香 欸就是台灣的 檀木 檀木 OK 非常珍貴的木頭 所以其實我這整個用檀木 來做檀框框 那個錢都會變成香香的 都會有味道 OK 那這樣這兩個也是DIY的東西嗎 這也是DIY的 OK 這就是一個盒子嗎 一個收納盒 收納盒 其實你看 小時候的便當 其實你要把它當一個便當盒也可以 對阿 以前在日本放那個飯糰有沒有 那個壽司飯 對壽司 出外去郊遊野餐 然後一個 那時候我感覺好高級 你在客家花布再包起來 對阿 對阿 像這樣子的一個套裝行程 這個價錢多少 這個透露一下 像這樣子 這個DIY的東西 這個要問老闆娘不要清楚 我只不願意 我們請老闆娘 來介紹食農的部分 我聽說裡面還有食農科產 對 那部分他比較熟悉 OK 那我們待會就來請百合姐 其實我們三額木浴工作坊的 另外一個靈魂人物 OK 那其實我們這個空間 跟各位朋友介紹 其實不只 大家只看到這一個面 剛剛忘記跟妳講 好漂亮 就是這你們傳統的 就是一張蓋絲椅的 一個爆炸圖 非常有設計概念 把那個傳統 傳統的那個 蓋絲椅把它拆解 然後上墻 所以然後它怎麼 哪一個零件就數 然後每個構建 就可以在上課的時候來做介紹 對 譬如說你這樣你看 就是左腳 椅子的腳 椅子的腳 你看還沒有雕刻的 雕刻完的 這比較 那左邊有雕刻的 這個裡面 你剛剛都坐對側了 我都坐一半了 其實這樣子就是 讓人家了解說 做出來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這邊的話 它這邊要 它這邊怎麼去做這個造型 融的 融融怎麼去跑出來 這邊 你看這邊要去動 還可以做的狀況 跟做好狀況 所以事實上 這個整個家具的複雜度 跟它的步驟程序 靠這一面牆就可以 大概可以了解 這就俯首了 對 這邊都有介紹 所以事實上 來到三合木裔的一日課程 其實學到的 不只是 生活的器用的DIY 也可以學到我們 傳統的大溪的家具的精粹 這也是希望我們說 來到這邊 是有點看到一些東西 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也可以帶一些東西回去 還有一個 我剛剛講那個白眼 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那這部分聽說 就是我們要請我們老闆娘 來跟我們介紹對不對 對啊 這部分她比較熟悉 OK 那我們現在 有請老闆娘出場好不好 好啊 當然可以 掌聲鼓勵鼓勵 OK 各位木博館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剛剛志堅師傅提到的 我們 沙盒木裔工作坊的另外一個 靈魂主角人物 就是我們的女主男 百合姐 我們跟大家打算招呼好不好 嗨 各位木博館的朋友們 大家好 百合姐妳現在在幹什麼 我覺得好有趣喔 準備要生活做蘿蔔糕 做蘿蔔糕喔 對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志堅師傅提到 其實我們山河現在在推的一日木座 對 同時還可以體驗我們在鄉村的生活的 食農的生活文化對不對 對 那這部分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農村生活 就是跟土地的感情 還有食物的真實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來做這樣一個創業 那之前的話可能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食農教育 那因為我們身處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也是屬於木裔產業的 一個環節 對一個環節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一起來發展這樣子的 木食農小旅行 木食農小旅行 OK 所以其實來到這邊 好朋友們也可以自己生活 然後你教他做 剛剛你講說他做蘿蔔糕嘛 對 會自己生活 非常有趣耶 因為我們跟社區媽媽是串理在一起 我們社區媽媽才厲害 所以社區媽媽會來教我們 來參加一日木座生活食農的朋友們 了解鄉村的這些食物 美食怎麼做出來的就對了 對沒有錯 我們每個社區媽媽都各懷那個 生活的絕技 他們都會有不同的那個農村人食 做櫃啦做糕點都有這樣子 OK 同時也整個帶動所謂農村的 整個整個活絡嘛 包括人才 其實也可以透過這樣把傳統的美食文化 傳承下去 對 然後也創造了新的那個生活 工作機會等等 對 然後年輕人加入進來的時候 他們又會把我們這些食材 再做更精緻型的 更精緻型的一些 一些寶典 然後比如說我們現在會做河果子 河果子也在這邊做好厲害 對 凱小姐 我剛剛在那邊生活的時候 就一直注意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好像一個窯對不對 對沒錯 這是我們手工手製造的一座窯 那是由我們的子芸的一個女生 小朋友一個夥伴 她一起來做的 那我們就稱她真的是一個德國太太 她什麼都會 然後十八般五億都OK 包括我們在研究那個披薩皮要怎麼去製作 也都是她幫我們想好 然後我們有去做測試 那她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是田裡面挖的土 田裡面挖的土 還有稻桿 那這樣子做起來的 然後她也辦了兩場活動喔 然後跟大家一起合作來做這個出來 所以這窯也是來報名活動的 一起做的對不對 沒錯 那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喔 那這個窯 你們平常在分化在食農的活動裡面 剛才提到很重要做披薩 做披薩 還有做什麼 那個佛卡夏麵包 佛卡夏麵包 哇 天到我都肚子餓了 OK 那你看小女生做真的好可愛 還做一個動物的造型 對 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然後你說田裡面挖的土 所以報名的就一起挖土 然後就把這個稻河去把它混進去 來做這個樣子 那非常非常棒 這個吃起來 我感覺這個麵包都有泥土的香味 特別香 還是泥土的香味 然後裡面的食材也都是我們在地的食材 在地的食材 就是我們山河附近的農田裡面 大家種什麼就拿來吃什麼 當季有什麼我們就拿來做 都是當季食材當地食材 對 然後最環保無獨天然的一個食材 一個食物 對 OK 那這個講起來我就覺得非常的 是我們大溪所有的木器羊裡面 在做多角化發展經營來講 我覺得山河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木器羊 百合姐齁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傳統的木衣產業其實真的經營越來越辛苦 那在您跟志堅師傅的一個合作之下 是怎麼樣的機緣會想要把食農的這個生活文化 導入到你整個山河木衣工作坊整個規劃裡面嗎 這個體源應該是在105年的時候 一群正大的學生 他們要做畢業的那個製作 然後後來他們成立了一段的旅程叫做盲旅 其實現在還是有持續在執行當中 那因為一群孩子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本來沒有做 那孩子來找我們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這邊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他希望能幫我們去做推廣出去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了有這樣子一個契機 那這時候我就在想說怎麼辦 所以我就找了四個媽媽 我們就從這四個媽媽開始 才有這樣一個小旅行 那那時候的小旅行的話 我們做得很單純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不是媽媽 所以我們就叫做卡桑 我們就叫一個卡桑村的小旅行 卡桑 卡桑是西班牙語那叫卡桑 卡桑 日本的卡桑 這是媽媽的意思 那我們就是用一雙溫暖的手 我們就是怕他們孩子會 對 我們就朝那個時候怕孩子肚子會餓 我們不能讓他們餓到 就吃很重要 對 所以才開始這樣子慢慢年紀 對我來講以前我對農業也都不懂 從這裡面開始慢慢採進來 他進來之後又加上我們的女士類 因為我們的社區開始在成立休閒農業區 然後我們的女士長吧 檢榮瑞女士長 他也在跟我們倡導這件事情 那我才去思考這個層面 就是說食農教育師跟我們是朝夕相關的 我們每天都要吃進肚子的 所以我們要去在乎這個食物是從哪裡來 所以後來我才慢慢的走路這條路 然後小旅行之後變成說 又跟木博館也加入了街角館 我們開始了開了一系列的那種木工課程 那一些客人他就導引進來到我們的商合 那我們的客人本來我很單純 我只是想說我對你就是服務木做課程 然後做個小點心給你們吃 那這樣子就是了表我對他們的心力 結果後來他們覺得我們有很多的那種成長的空間 所以其實都是我的客人 給我不斷的一些意見 那我就是吐蓄了我這樣子一直往前走 了解了解 我聽了百合姐的介紹之後 我想說真的讓我們看到 其實台灣的文化真的處處都是爭榜 那大溪本來就是一個北部最主要的沐浴三層 那其實他又是一個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個農村 也在大溪這邊 結合在地的生活食材 然後引進都市人來這邊 體驗農村生活 了解牧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完美的捷福 OK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 剛剛志堅師傅剛剛我們說 在這邊的食農生活就可以 把你做好自己辛苦做好的地方 在一個最美的環境 用餐的那個環境 你帶我們去再去體驗一下好不好 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 OK 媽媽要上菜了 好 各位好朋友 剛剛我們在那個兆咖旁邊提到說 我們東西做完之後要去一個 很環境優美的一個環境來享受我們自己 親手製作的美食 現在我跟百合姐就是在這邊啦 百合姐 我們在這邊吃飯我覺得好舒服啊 看出去我根本都不想回都市了 那真的是住在這邊好幸福 那我們桌上看到這些東西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些東西都是跟我們整個食動教育連結在一起 你在我們這邊吃飯的話 我們也是用這種木桌的便當盒 OK OK 我們現在每一個的活動裡面 都跟木頭會連結在一起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點心盒 點心盒 在這裡面會換上我們做的麵包啦 或是我們的一個小甜點 OK OK 我們現在都會跟整個木桌的課程連結在一起 希望把這個一個木桌的生活美學 能提倡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是是 其實這讓我想到 那個在電影上啊 像日本他們春天啊去郊遊 然後他們都會做很簡單的飯糰啊 我就放這裡面 戴著 戴起來然後再用那個布巾包起來 哇 真的好有feel啊 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 看到了我們百合姐跟我們介紹的這些公布的一日的行程之外 我看到還有一個可以跟在地食農媽媽們買帶回去的 這是豆腐乳是不是 對這是豆腐乳 自己做的豆腐乳 我爸爸很喜歡豆腐乳啊 尤其這個在地食材做的 對 無毒無農藥 欸大興也是做豆腐的故鄉嘛 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從豆腐去做出來的 對這是我們另外一個食農教育 我有做一個豆腐模 再配上豆腐 都是我們自己輕鬆做的 都是豆類的一個食材料理 要做豆腐乳的時候 必須要先做完豆腐然後曬乾 然後還有後面的一些程序 那全軍也都自己來 所以平常吃豆腐乳都不知道怎麼做的 來參加三合的一日食農課程 還可以做自己帶回去的豆腐乳對不對 對 那非常謝謝我們老闆娘 就是百合姐跟我們介紹 其實三合目前正在執行製作的一個很偉大的 我覺得是把台灣整個農村 包括傳統沐浴產業 作為一個全然更新的一個嘗試的結合 來這邊其實不只了解我們傳統的沐浴 同時還了解我們自己 跟大地緊密結合的傳統生活與文化 再一次謝謝百合姐 那我們待會兒來去看 志先生說要跟我們講 傳統的一個三合在製作傳統沐浴家具的部分 謝謝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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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想說要請 志堅師傅跟我們介紹一下 見我所思其實 林父親林靖和師父 本來就是做傳統太師也起家的 那所以其实你们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活类的一些文创的开发 其实你传统的部分你也还是坚持在做 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所以说这个我不可能去放弃它 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做 然后就继续说有年轻人愿意来学 我们还是会愿意去教他 可是但是你也可以觉得说 其实你说现在新的东西 就像说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小物件啊 简单的DIY 其实它的工法或是它的技巧的话 都还是来自传统的木作的 因为它基本的工法都是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我刚刚听到的非常感动的 就是你提到说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学 你们都还愿意教 因为就我所知道 大西现在越来越 好像很少年轻人愿意做这个 因为很辛苦 因为其实这个做木工辛苦 然后又如果说你要讲跟一般外面上班的话 他会觉得这边比较枯燥 因为你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整个都是面对着木头 然后在工厂里面 都在工厂里面 然后招音 灰尘 对啊跟一般的上班族会不太一样 虽然同样都在工作 可是他们会觉得有的年轻人会觉得说这个太出众 然后环境没有冷气啊没有空调啊 然后你又要有兴趣 因为这些东西你要有兴趣 然后你真的都是要很细心下去 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生产线的一个东西 我们既然来学习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会 将来会成为一个师傅 那要能独立作业 所以说必须很多东西他要从头到尾 全部都要去做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那个佛塞亚嘛 对 就是整个师徒制的学徒 那我上次来我有看到几个年轻人 好像住巴德那边的嘛 对 铁品館因为我们大西学艺 这部分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 传统工艺的希望跟未来 那也真的非常谢谢老师傅老师 之间都愿意带 因为就我所知 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带学徒 因为带学徒其实是很辛苦的 而且还要负责任对不对 他的安全问题啊 然后他的待遇问题都是 待遇 你看以前让他没钱 现在让他要给他降级 没有 这些都要照基本工资来 对 所以其实传统的行业 其实来讲这也是 第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学 而且老师傅不愿意带 种种的社会变迁的问题都有 因为就像说一个学徒的话 他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还要给空钱 然后他做错了老板又要承担 师傅又要承担 材料损失等等 时间也损失 但是你真的有心要带的话 你这些你就要考虑清楚 必须要去承受这个问题 就是说站在传承的立场 你既然决定要传 这些你自己本来都心里有准备 就是心里要有准备 是 这个是非常高贵的一个 一个传统文化的情操 这个我是不敢这样子认为 只是说就是环境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只是随着说环境就是这样子 我们是跟着去做改变 然后心态做一个调整 是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以我们自己的能力 用越快的时间把他交的 把他交会 让他出塞 让他可以对我们讲的出塞一样 那他可以独立作业 是是 OK 那我想说今天真的很高兴 透过这些师傅的带领 让我们来一件事 大西传统木衣的另外一面 以及传统在坚持的东西 那也谢谢那个山河木衣的直线师傅 他愿意做传承这件事情 让我们大西看到他的未来 还有跟他的传统工艺的坚持所在 再次谢谢直线师傅好不好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那我们跟各位观众说告白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观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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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